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星期三在Corp 28气候回忆上 达成放弃导致地球暖化的化石燃料协议 虽然批评者担心存在漏洞 但是谈判负责人说这项措施具有历史意义 波兰新总理陶斯克和他内阁星期三在总统主持下宣誓就职 标志着结束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在过去八年统治期间的政治动荡 胡克兰受到基库市长说基库再次在星期三早上受到飞弹襲击 造成几十人受伤多动建筑物受损 新任马坎廷总统米莱的经济负责人 在星期二透露新政府的初步政策推动 目标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和货币大幅度贬值 情况将引发短期通胀 土耳其捉协表示联赛将会在12月19日恢复 星期一在安库拉举行的一场比赛后 安库拉股负俱乐部主席襲击裁判梅勒导致比赛腰斩